今集我們研究的主題,是一位石地界已經相當有知名度的球員,呂家榮 女生出身於觀塘區一隊,名為麗天的石地球會 近五年,這支球隊開始參與高強度的業餘聯賽賽事 當中作為球隊核心的女生,表現可以用經驗來形容 眾所周知,速度和腳法並重的女生擁有極高的突破能力 單對單過球的成功率極高 除此之外,拒絕剪的是左右腳極高的熟練程度 兩隻腳都能夠得心應手地引球推進 左右腳射波力量和準程度都相當高 更重要的是,她的突破主要是以完成射門,或者交出助攻為最終目的,極之實際,極具侵略性 雷仔的自信和心理質素,也都令她經常在很小的空間,或者被釘死的時候,都能夠成功突圍 這一點都是她可怕的地方 嚴重 蹭也住得狂的 女生的個人能力已經不需要懷疑 無奈,女生還未效力過石地的頂級球會 未有大賽的成績,來她證明自己 今屆東南海盃,她代表組隊站出戰 第一場就面對標準而落敗 來到這個環節,我們先撇除現實會不會發生的可能性 純粹學術研究,探討一下哪對東南海競女適合女生的發揮 藉此更加了解這位球員的特性和長短處 女生的才華,在邊路位置,可以多些位置 讓她拿順個球對著對方球員,發揮她的突破能力 再能夠給她發揮空間的石碑競女,肯定是和團自由 現在的和團,在情況許可之下,給予邊路球員 好大的自由度去做個人突破 更重要的是,和團慣常在312陣式入面 左學習經常候上Overlap,拉鬆空位 讓兩隻翼做個人突破 如果對女生擔任和團邊鋒的話,突破會更加得心應受 另外,大家異屬能長的兩隻勁女,新冬聯和一人 看來就不太適合女生 這兩支球隊主要踢爽快的控傳 似乎BB有這麼大的自由度,讓女生上腳用球 也未必鼓勵她做這麼多個人突破 至於每一年,都在東南海盃爭標大熱門,圖藝可圈可點 這支球隊321陣式入面的雙中場,尿亦成和汪雙才 有很大的自由度上腳用球 而且這兩位球員可以去不同的位置拿球 做多個人突破,去拉空空位做球和射門 就這方面來看,可以說跟女生的踢法不謀異合 但是球隊在大戰的時候都非常著重防守 女生的防守偶有不集中,遮線也不是很出色 他踢中場的話,可能會影響球隊的防守體系 反而幻想一下,如果他擔任這對球的前鋒 配合中場的成材組合,不停互換位置 在侵略性方面,都真的想起了驚 但是踢最前,要經常背向對方防守球員來踢 空間沒有平時那麼多 停球或者落籃底這些七人足球前鋒必備的觸角 亦都需要時間去磨練 值得一提的,還有今屆東南海杯陣容頂靜的鐵聯 東南海競女混載的世界中 擁有多名防守力出色球員的鐵聯 是偏向守強攻略的頭隊 如果面對其他爭標的競女 踢防犯都會相當實色 反擊多空間的時候,便會適合女生發揮個人突破能力 但有優的是,近年鐵聯著重控傳組織 如果對方收窄防線,便可能沒有那麼大 上腳的自由度比到他 同樣情況,上屆打防反打的決賽協保 在反擊的時候似乎用得著女生 這支球隊,在布防上面極之出色 六個場區球員的防守位置感、集中度 和遮線的觸角都是頂級 要執行這麼完善的防守戰術 對於這一刻的女生來說,可能是一個大挑戰 總括而言,如果女生要在大賽拿到成績 第一,防守意識和位置感是需要改善 畢竟有真標實力的球隊,都在防守方面是有一定部署 而且很多時候,他要擔任集位球員的話 防守問題就更加不能夠避免 第二,提升前場不同位置拿球的感覺 他的可塑性會更高 因為大部份的球隊都是踢3-2-1 如果安排上,球隊需要他踢中場或者前鋒的話 他就更加習慣會向對手拿球 畢竟他現在,太過依賴在邊路 甚至後場拿順的球,正向對手來踢球 第三,正如上一個環節所說 有些球隊著重控傳組織 要令自己在球圈有更多選擇 都有必要提升自己做了兩腳球的全球組織 以及走位現身配合的奏藝 做配合的同時,適當時候做個案突破 對方球員適應不到之下 突破的成功率也會更高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FOLLOW我們IG和FACEBOOK 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有什麼心得,不妨留言交流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給你ください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